曾经打败前世界球后沙芬娜 并且在去年东亚运为台湾拿下女子网球单打金牌的张凯真 今年才19岁就表现亮眼 被视为今年底亚运夺牌的重点选手 但是他同时也传出被别的国家挖脚 而张爸爸证实在两年前就有某一个国家向张凯真招手 不过他们并没有答应 只在台湾待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二十七号晚间网球小天后张凯真又要飞往欧洲 进行围棋两个半月的巡回赛 只有十九岁的他 目前世界排名第八十九占据台湾一节宝座 我还是很专心很努力的去打我每一场球 那我的目标永远都爱会在 那对自己的信心也都是不变 打败过前世界球后Saphina 还在去年东亚运拿下女单金牌 张凯真现在对自己的期许是打入四大满贯 并把世界排名推进到前五十 正因为年纪这么轻就有如此亮眼的表现 让他与好友高球小天后曾雅尼一样 受到其他国家的青睐 张爸爸证实两年前某个国家就像凯真招手了 张爸爸不愿透露是哪个国家招手 但也表示凯真现在虽然有五个赞助商 不过长期征战海外的费用相当可观 像体能教练所需的四五百万 现在还不知道从哪来 因此明年会设下停损点 再来思考是否真要更留台湾 谢谢大家